结婚青年 初恋的辽波 让我彻底厌烦了无惧的婚姻 我跟老婆提出了离婚 老婆的态度却出乎意料的平静 好 我成全你 曾经不管我犯了多少错 只要我回头 她必定还在原地等我 我想 这一次也一定如此 我跟我老婆摊牌了 我不爱她 我爱的人是初恋 那天老婆听完了我想要去追寻真爱的诉求后 她很平静地说 好 我成全你 我错了地问她 为什么 我以为你会 我以为不闹个天翻地覆 老婆是不可能答应离婚的 可老婆却说 放心 我不至于那么做 我愣了一下 心里略过一丝莫名的烦躁感 但很快便被我即将迎接自由的喜悦给替代了 离婚那天 我开车载着老婆一同赶往了民政局 那天下着大暴雨 一场车祸来得猝不及防 我在医院醒来后 没多久便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变成了我老婆的模样 准确来说 我跟老婆互换了灵魂 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件事 我妈忽然气势汹汹地冲进来 逮着我就开始破口大骂 你这个扫把心 都怪你把我儿子害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妈 片刻后才反应了过来 我妈是把我当成了老婆 只是那场车祸来得那么突然 我当时也没多想 就把老婆护在了怀里 所以我身体的情况比老婆的要严重 我的脑袋有些放空 可耳边又陆陆续续传来我妈的骂声 我们家也不知道倒了什么大霉了 娶了你这么个儿媳妇回来 我儿子要是出了什么事 她连个孩子都没有留下 我是个丁克 所以结婚青年 我跟老婆一直没有孩子 我以老婆的角度跟我妈解释说 是黄青不想要孩子 又不是我 我妈却骂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身体有毛病 我儿子那是心地好 故意帮你隐瞒着 对于我妈的这番说辞 我简直哭笑不得 您这想象力还挺丰富的 啪 我妈忽然给了我一个大耳瓜子 她愤怒的眼神盯着我 咬牙切齿地骂道 你还有脸笑 黄青到现在还在重症病房 昏迷不醒呢 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我的脸上传来了火辣辣的剧痛 我错愕地看着我妈 我爸去世得早 从小到大 我妈连我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碰 更别说打我耳光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跟老婆互换身体后 我妈这差别对待也太夸张了点 我跟老婆刚结婚时 我妈信誓旦旦地跟岳父岳母说过 她会把儿媳妇当亲女儿带 我那个时候也跟岳父岳母承诺过 我会一辈子对老婆好 做过苦 但我那时却特不耐烦地说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有什么事你就不能忍忍 而现在 我妈把我当成了老婆 她用特别不尊重人的态度跟我说 也不知道你爸妈 是怎么教出你这么个没良心的东西的 我神色僵硬地看了眼我妈 她的眼里全都是苛责之色 我忽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如今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 只是老婆以前经历过的冰山一角而已 我本来想跟我妈理论几句 可我却忽然猝不及防地一阵干呕 我妈看见我这情况 先是摁了一下 片刻后 她的态度忽然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你该不会怀孕了吧 我的脸色一僵 整个人都傻了 怀孕 算算时间的话 一个多月前 我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 我就是在那场聚会上跟我初恋重逢的 我那天喝了不少酒 满脑子都是初恋的影子 回家后 我把老婆想象成初恋的模样 抱着她就一顿乱啃 第二天醒来我才发现 我前一天晚上没带套 之后我也是亲眼看着老婆吃了避孕药 我就跟老婆说过我是丁克 老婆说她不在乎 她只想跟我在一起 结婚后 老婆却时不时的试探我 想要跟我要个孩子 更甚至我还发现她在安全套上做了手脚 我跟老婆发了火 但老婆却一反常态的抱着我 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 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 我们不要做丁克了好不好 我那时看着她阴晕在眼中的泪水 只觉得特别烦 我跟她说 你想都别想 我还没回过神来呢 我妈一会儿功夫就已经去找医生开了检查单 老婆这个身体的右腿骨折了 还打着石膏 于是我妈特别帮我找来了轮椅 高高兴兴的把我推出去做了检查 检查的结果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我怀孕了 不 准确来说 老婆她真的怀孕了 我妈看着报告单 笑得脸都开花了 而我却十分淡默的说了一句 这个孩子不能要 我妈忽然愣了一下 不解的看着我 她没眼间的笑意并未散去 她显然还没有从老婆怀孕这件喜事里回过神来 我以老婆的角度跟我妈说 黄青是个丁克 她很讨厌小孩 而且我吃药了的 这个孩子不能要 我妈对于我说的话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明知道我妈会失望 但是我还是实话实说道 我吃了避孕药 这孩子来的意外 万一有什么毛病 我妈浑身一软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她前一秒看着报告单洗出望外 后一秒却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又哭又骂 我儿子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恶毒的媳妇回来啊 我皱起眉头 看着我妈试图解释 是黄青要做丁克 她不想要孩子的 避孕药也是她让我吃的 我妈却不依不挠 把我骂的狗血淋头 我儿子怎么可能会不想要孩子 肯定都是你不肯生 她才惯着你的 我妈不傻 她骂过我之后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没多久后 她专门找了妇产科医生询问了一番 然后便做了主 让我把孩子留住 还说什么要是后期 孩子查出有什么问题了 再做迎产手术拿掉 我莫名觉得惊悚 我问她 迎产手术对身体的伤害挺大吧 我妈看着我一脸不满道 这可都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做一点牺牲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妈现在对我的态度 真的是一言难尽 准确来说 这应该是她日常 对我老婆的态度 七年来 我一直都知道 我妈经常是用这样的态度 跟老婆说话的 但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老婆的感受 如今我跟老婆互换了灵魂 即便我不是老婆本人 可现在听我妈 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 我简直憋屈的要死 我在医院住院第三天的时候 初恋忽然来看了我 她来的时候 一手拎着一篮水果 一手捧着一束鲜花 她还是和学生时代一样的迷人 高挑的身材 长长的头发 笑起来 嘴角边挂着两个可爱的小梨窝 青春又天真的样子 真的很令人心动 她进来后 主动跟我打招呼说 你好 我是黄庆的高中同学 初恋一说话 我才反应过来 她是把我当成我老婆 我没多说什么 只看着她笑了笑 因为我妈也在 所以我打算一会儿等我妈走了 再找机会跟初恋解释我现在的情况 可没一会儿 我就忍不住开始打喷嚏 而且接连几个喷嚏 打得让我简直怀疑人生 我不想在初恋面前丢脸 即便是以我老婆的身份 初恋一脸关心地看着我 问 你这是怎么了 感冒了吗 我摇了摇头 余光刚好扫到床头那束痕耐心上 我一把捂住了鼻子说 赶紧把花拿走 我老 我花粉过敏 初恋惊慌失措的急忙 把花给拿远了 很快她又满脸歉意地看着我 不断地道歉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花粉过敏 早知道我不该买花过来的 我捂着鼻子 善善地笑道 没事没事 不怪你 可等我说完 目光扫过初恋那张温柔单纯的脸上时 我的神色忽然僵了僵 不久前我去找初恋的时候 特地送了束玫瑰给她 她那时虽然收下了 却还耍着小性子说 你以前应该也经常给你老婆送玫瑰花吧 下次你要送我东西 能不能送的新鲜的 反正只要你送过给你老婆的 我都不喜欢 我当时只觉得她耍小性子的模样很可爱 我忍不住笑道 放心吧 我老婆花粉过敏 我压根就没给她送过花 初恋当时听闻 立马抱着手里的玫瑰 如获至宝般 笑得开心极了 皇亲家属在吗 有护士从外面走了进来 我妈连忙说 在哪 护士笑着说 皇亲的生命特征已经稳定了 一会儿要转移到普通病房 还请家属过去一趟 我妈听闻 脸上堆满了笑意 她说 我这就去 初恋在一旁热情的跟我妈说 阿姨 我陪您一块去吧 我当即喊住了初恋 我妈去就行了 我想跟你说会话 初恋一听 眼睛里闪过了一道不自然的神色 我妈走了之后 病房里就只剩下了我们两个 初恋一改先前单纯的笑脸 我相信初恋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 初恋一直没有成家 虽然已经三十了 但皮肤保养的一直很好 模样看起来 就跟二十岁的小姑娘似的 不是小姑娘的天真单纯 却还有着小姑娘身上没有的诱惑力 自从在高中同学聚会上跟她重逢后 我的脑海里全都是她的影子 尤其是不久后她跟我表白 说她之所以一直没结婚 是因为她一直忘不了我 我的心就彻底为她沦陷了 我试探性地问她 那束花 你故意拿来的 问她问题的时候 我的心里是抱着一次希望的 可初恋却笑着挑了挑眉说 看来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我的心里顿时涌出了浓浓的失望 印象中 初恋是一个活泼又很有趣 单纯且善良的女人 可是眼前的她 却让我产生了疑虑 我认识的初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不是什么有钱的大老板 但也算是事业有成 名下有一家气贸公司 每年的纯利润大概能有两三百万 跟初恋在同学聚会上重逢之后 是初恋主动先聊拨的我 我一开始是真的以为她还爱着我 可是现在她的表现 却如同在我的头顶上浇了一盆冷水 心都被浇凉了 我故意以老婆的口吻跟初恋说 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黄青为了跟你在一起 跟我签了近身出户的离婚协议 初恋的神色骤然一僵 片刻后 她嘲讽地笑道 你骗我 我淡淡地笑了笑 我骗你有什么意义 你要是不信的话 等黄青什么时候醒了 你自己问她去 初恋脸上的笑容已经维持不住了 我从来都不敢相信 那么温柔单纯的脸上 也会露出如今这副贪婪又不甘的神色 我忽然想 我是不是错了 七年前 我跟老婆结婚的时候 住的是我们家的老房子 后来开期贸公司的第一笔投资 一部分是我跟银行借的 还有一部分是老婆厚着脸皮 去跟岳父岳母借的 准确来说 老婆当年跟我结婚的时候 我就是个穷光蛋 结婚后 老婆从来没在前上抱怨过我一句 反而很乐意陪我一起创业 可如今面前的女人是我的初恋 我把她当成了我的真爱 可她真的爱我吗 如果我还是一个穷光蛋 她会跟我老婆一样 心甘情愿的跟我在一起吗 那天初恋走了之后 我陷入沉思 我知道我是在自欺欺人 如果我是个女人 我也不可能傻了吧唧的 跟一个穷光蛋在一起 我让护工把我推去了老婆的病房 老婆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 一直没有醒过来 我静静的看着我那张沉睡的脸 以往我十分自信 总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 毕竟追求过我的女人还挺多的 可如今我看着那张脸 莫名觉得丑陋不堪 决定跟老婆离婚的时候 我打算分一半的财产给她 对老婆 我觉得我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自然没有什么愧疚感 我妈在一旁 对着床上没有醒过来的儿子说 黄青啊 你得赶紧醒过来才行啊 周延怀孕了 妈盼了这么多年了 你要当爸了 妈也快要抱孙子了 我的心里莫名地产生了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若是哥在以前 就算我真没醒过来 也该被我妈的话给吓醒了 我是真的讨厌小孩 我喜欢自由 不喜欢我的生活 被一个孩子给束缚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听完我妈的话时 甚至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肚子 那里面真的已经有了一条小生命了 那天晚上 初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准确来说是发给老婆的 她在短信里说 你要是敢让黄青近身出户 我就敢把你以后的生活 搅得鸡犬不宁 我对初恋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 被她发来的短信 给彻底打碎了 原来在我面前体贴善男的初恋 人后竟然是这么一副 令人作我的姿态 我失眠了 一整夜都在辗转反侧 脑子里不断地回忆起 我跟老婆以前的事 我们家的老房子 是楼梯房的顶楼七楼 七年前我跟老婆结婚那天 按照习俗 新郎是要把新娘抱回家的 但因为楼层太高 我妈和家里的亲戚都说 意思一下就好 让新娘子自己爬上去 老婆也很善解人意 就答应了 我看见老婆已经抬脚 准备自己爬上去了 我当时就忽然一腔热血上头 从老婆身后一把把她抱了起来 然后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去 老婆当时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一双眼睛里 渐渐地阴晕出了雾气 明明脸上都是笑 可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她感动极了 搂着我的脖子 悄悄地在我的耳边说 老公 你真好 我当时抱着她走到了三楼 明明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也有点后悔自己太冲动了 结果她一句话 瞬间鼓舞到了我 我跟被打得鸡血似的 愣是把老婆真的抱上了七楼 其实我也是爱过老婆的 当初我跟老婆 说我是丁克的时候 老婆毅然决然地答应嫁给我 我对她是充满了感激 和浓烈的爱意的 我睁着眼 看着漆黑的天花板 心里闷闷的 我想我有些后悔 跟老婆提出离婚了 我跟老婆结婚七年 七年间 不管我们之间 发生过多少次争吵 不管我犯过多少错 最后老婆都原谅了我 我不由自主地又俯上了肚子 我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排斥了 我想 如果老婆醒来后 不可原谅我 那么这个孩子 就是我能把他留在身边的 最大的筹码 浓浓的困意 渐渐袭来 我感觉腹部传来一阵阵刺痛感 于是临睡前 我拿手机上网查了查 网上说那是孩子在肚子里生长 扩张子宫时 产生的些许疼痛 属于正常现象 次日一走 我刚进卫生间没多久 却发现我流血了 医生说 有可能是孩子发育的不好 属于先兆流产症状 也属于自然流产 我本来是极为讨厌小孩子的 如果孩子没了 或许我挽回老婆的时间 要长一点 精力要费得久一点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 老婆还是会跟以前一样 最终选择原谅我的 可现在眼看着这个孩子 在一种自然的方式 自行离开这个世界 我忽然觉得惊慌又无措 我跟医生说 请您尽量帮我保住这个孩子 说话时 我惊觉自己的嗓音有些沙哑 医生以及周边的医护人员 都以一种同情的目光看我 他们劝我要放松心情 面对这件事 千万不要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显然我并没有多难过 只是情绪自然而然的 有些抑郁 我本来话也不多 在别人眼中 我的仿佛的确受到了 很大的打击似的 孩子没保住 孩子不仅没保住 还留得不干净 我还得做一个轻功手术 跟我住一个病房的其他病患 他们从我妈的口中 得知孩子流产最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当初吃过避孕药 一个个都用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可是在别人眼里 我如今是我老婆的样子 他们认为错的人是我老婆 是老婆不想要孩子 是老婆吃了避孕药 是老婆害死了这个孩子 面对着别人一样的眼光 和我妈对我肆意的辱骂 我一句话都没说 在别人看来 我的反应是默认了错误 甘愿被骂 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其实是我的回忆又加深了 一开始我只是后悔出轨了初恋 对不起老婆 但是以我对老婆多年的了解 我相信只要我肯回头 老婆最终还是会原谅我的 而如今 我不得不承认的是 我对这个即将离开的孩子 产生了浓浓的不舍 好像这个孩子也没有那么讨厌 我也并不是非要做丁克 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在全妈的作用下 我失去了意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的耳边传来了我妈 特别温柔又高兴的声音 你知不知道妈妈快担心死你了 你可算是醒了过来 我愣愣地看着我妈 怎么手术后 我妈对我的态度 忽然又变得这么好了 但我最在乎的还是孩子 我下意识地扶着自己的肚子问 孩子 真的没了吗 我妈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沉了下来 她咬牙切齿地骂道 好好的一个孩子 就这么被她给折腾没了 但很快 儿子你刚醒 怎么就知道孩子的事了 我的神色骤然一将 片刻后 我发现了一个事实 我跟老婆的灵魂换回来了 而我现在很确定的是 我跟老婆的孩子真的没了 我的眼神有些空洞 好像这一切都只是我经历的一场梦而已 莫名的 我的眼睛一酸 我忽然想 如果孩子还在那该多好 我又问我妈 我老婆醒了没 我妈冷哼了一声 刚刚护士来说她也刚醒过来 我一把掀开被子准备下床 可是我的脚刚一着地 腿一软 整个人便狠狠地摔了下去 我妈一边扶我 一边急得眼睛都红了 摔着哪里没 我去喊一声 我摇了摇头 扯开干涩的嘴唇 笑得十分难看到 不用 我要去看看周延 我妈嗷不过我 便找来了轮椅 把我推去了老婆的病房 老婆病房的门正开着 我妈将我推到病房门口时 我看见老婆独自躺在床上 也没人跟她说话 而她则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 我想 若不是老婆远嫁到我们家来 这个时候 岳父岳母一定会陪在她身边 照顾她的 可如今她的身边 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更甚至知道现在 岳父岳母还不知道 我们出车祸的事 我妈将我推进了病房里 病房里还住着其他病患 他们看到我妈 还挺热络地跟我妈打了招呼 老婆听到动静 朝着我的方向看了过来 她的眼角边还挂着残留的泪痕 孩子没了 她应该伤心极了 可这一刻 我在老婆的眼睛里 看到的除了悲伤 还有她对我的冷漠 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 我妈见老婆 不冷不热地看着我们 她当即便冲着老婆 责骂了一句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把我孙子折腾没了 你怎么还有脸 这样看着我们 我紧紧地咬了咬牙 特难受地说 妈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我是丁克 是我不想要孩子 周延当初会吃避孕药 也是我让他吃的 刚好医生过来查房 听到我们又说起这事 医生忍不住说了一句 这我得跟你们好好科普一下 胚胎的发育不良 一般跟服用避孕药 没什么关系 最大的原因 这就是生殖系统有病变 但是周小姐的生殖系统很健康 问题应该出在前者 我看了我妈一眼说 你听见了没 别老带着偏见的目光看周延 孩子没了谁都不好受 老婆却忽然冷冷地笑了一声 她看着我问 你不是最讨厌孩子的吗 孩子没了 你不是应该高兴吗 老婆的一句话 如同刀子一样 狠狠地戳在了我的心窝子上 刹那间把我所有的丑陋 全都戒了开来 我妈还在一旁骂道 你这什么态度 出车祸的时候 要不是我儿子护着你 说不定你连命都没了 我妈的话 让我忽然觉得羞愧万分 那天暴雨 我和老婆之所以会开车出行 是因为我们要去民政局离婚 我冲着我妈吼了一句 你能不能闭嘴 你懂什么 错的人是我 是我对不起她 我妈被我这么一吼 顿时猛了 病房里 其他人都看着我们 医生查完了房也没多留 便走了 我让我妈把老婆病床的帘子拉上 把所有人的目光都隔绝在外 之后我又把我妈给支了出去 我妈走了之后 我懊悔地看着老婆问 肚子疼不疼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老婆淡淡地说 都挺好的 我局促地笑了笑 却沉默了下来 两久之后 我鼓起勇气跟老婆说 我们这个婚 能不能不理了 我以为老婆会惊讶 可是她却了然地笑了笑 也是 我们结婚七年 我其实真的把她惹哭过不少次 但每次她都会原谅我 然后一如既往地对我好 这一次 她应该一早就料到 我会后悔 所以才一点都不惊讶 然而 她却极为平静地跟我说 离吧 说实话 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的嘴唇动了动 可所有的话到了嘴边 最后去又咽了下去 当年老婆答应跟我结婚时 全然接受了我是丁克这件事 她当时对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还记得 她那时候说 我们可以不要孩子 但是对婚姻保持忠诚 是我的底线 对于她来说 对婚姻保持忠诚 是她的底线 可我从来都没有 把她的底线当成一回事 我沉默了片刻后 又忍不住说 我答应你 只要不离婚 以后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 我会跟她断得干干净净的 老婆却平静地看着我 一双红肿的眼眸中 掠过淡漠的笑 她说 怎么断干净 她说完拿起手机 点开了一张照片递给了我 像这样跟她断干净吗 那是一张令人想入非非的床照 照片上我虽然已经睡熟了 但是我的身上 却不满了密密麻麻的唇印 甚至还有初恋 故意在我的身上种下的吻痕 照片是通过邮件 发送到老婆的手机上来的 虽然前几天老婆的手机 一直都在我这 但是我没查看过 老婆邮箱里的邮件 而照片发送的显示日期 是我跟老婆提离婚的 前一周的凌晨三点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我当时骗老婆说 我去了凌晨出差 但其实那一整晚 我都跟初恋在一起 老婆笑看着我 眼睛里却没有半点温度 我沉沉地垂着头 羞愧地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出院后 我跟老婆一起去了民政局 把婚礼了 在我妈眼里出车祸 孩子没了 哪怕知道我跟老婆离婚 他都把所有的过错 强加在老婆的身上 我冷眼看着他 对老婆骂骂咧咧 永远都看不到资深的错误 我已经没有力气 再去纠正他了 离婚后 我还是不相信老婆 真的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我 我总想着 等时间久了 老婆慢慢地想开了 他还是会回到我身边来 初恋不知道在哪里 听说了我没有近身出户 又主动找到了我 那天初恋打扮得 十分精致漂亮 他来迟了 刚一坐下 便俏皮地吐了土舌头 满脸歉意地说 对不起啊 我迟到了 我淡默地扫过他那张漂亮的脸蛋 不冷不热地笑了笑说 没关系 反正我说几句话就走 初恋的脸上流露出不解之色 他善善地笑着问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去办吗 这么着急 我淡淡道 没有 我来见你 就是想跟你彻底做个了结 我们分手吧 别联系了 初恋诧异地看着我 黄青 你什么意思 你跟你老婆离婚 不就是为了跟我在一起的吗 我嘲讽地勾起了唇角 忍不住笑了一声 却不知道笑的是他 还是笑的我自己 我很清楚 老婆邮箱里收到的那张照片 是他的杰作 看着初恋这副伪善的嘴脸 我恶心地急于坐 我把话说完后 便起身离开了 我的身后 还一直传来初恋的质问与骂声 黄青你混蛋 你给我回来 你怎么能说分手 就跟我分手 他骂得对 我是个混蛋 我还是个瞎了眼 忙了新的混蛋 离婚后 我没有再跟任何女的 有过不亲不楚的关系 我和老婆结婚青年 共同的朋友有不少 我联系了不少朋友 我拜托他们帮忙 只要有机会 就在老婆面前 把我真心悔改的消息 透露给他 那些朋友一开始 都保证帮我的忙 但莫名的他们 一个个的都开始 对我和老婆之间的事情 保持了结末 有天晚上 我熬不住思念 给老婆打去了电话 很快电话通了 我心头一喜 老婆没把我拉入黑名单 那说明我还是有机会的 可下一秒 电话里传来了 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喂 你找谁 我说 我找周延 你打错了 电话那端的女人 很不客气的说完 便把电话挂了 我愣愣的看着 被挂断的电话 又查看了 我拨过去的电话号码 号码上 我还备注着老婆两个字 所以 并不是我打错电话了 而是她换了号码 我后知后觉的 发现了一件事 在我努力向她证明 我已经悔改了的时候 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关心过我 或许从我们离婚后 她就彻底放下了我 过上了新的生活 我打电话给了一个 与我关系十分要好的朋友 当然 她跟我老婆的关系 也很不错 我约她一块出来喝酒 期间 我一直试图 从她的口中 问我老婆的近况 到最后 她被我逼得没办法了 重重地叹了口气 一脸同情地看着我说 你这又是何必呢 既然离婚了 就不能往前看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不好吗 我说 我不要什么新生活 我只想要她 可我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换了号码 我联系不上她了 她好像忽然 就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说着说着 我的眼圈也跟着红了 朋友无奈地看着我说 算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周延她 其实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再婚了 朋友的话 与我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不过片刻后 我忍不住笑道 你就吹吧你 我跟她才离婚几个月啊 她就再婚了 不可能 你骗我呢 朋友却越发同情地看着我 然后跟我说 她现在的老公是个医生 工作好 人长得也帅 最重要的是 她现在过得很幸福 你要是不幸的话 我把她家的地址发给你 你自己去看吧 那天晚上 我按照朋友给我的地址 找到了她家楼下 我在她家楼下站了很久 一直没勇气上去找她 可忽然 我的耳边传来了一道熟悉的笑声 我下意识地将身体 隐没在黑暗的角落里 循着声音看了过去 她的身旁 站着一个身形修长 相貌看起来很斯文的男人 男人紧紧地牵着她手 神色温柔又宠溺地看着她 而她走路的步伐十分轻快 脸上挂满了笑意 一双灿若星辰的毛子 深深地晃了我的眼 我已经记不清 有多久没看到她这样笑了 印象中 好几年前 她就很少笑得这么开心了 她们牵着手 一起走了进去 我从角落中走出来 驻足在她背影消失的方向 无尽的回忆 从我的心底滋生出来 记忆里的她 曾经被我惹哭过很多次 可只要我一认错 她必然会原谅我 我曾以为 这一次 她也一定会原谅我 可是这一次 她离开我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头 我浑浑噩噩地 从她家楼下离开了 如同一具形式走肉 失去了灵魂 一颗星也只剩下了空荡荡